中方最强烈的要求 也包括美方最强烈的要求 我说的美方是包括美国的政府 包括美国的参议院 包括美国的众议院 包括美国的企业界 包括美国的人民 我说的中方是包括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中国企业 最强烈的要求是停止贸易战 停止相互 征税 那么这次双方都做出承诺 要停止贸易战 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 经贸关系 投资关系 我认为这个是中方和美方 共同的最主要的要求 我还想再加上另一句话 人们很喜欢买更多 中国市场会变成最大的世界市场 所以增加收入,再增加的经济 以及增加购物的购物 这是我们的国家政策 其实我们已经建设了一些努力 包括農工、農工、農工和其他组织 可能有些政府从美国会引导这些组织到北京 我们会有更深的谈论和谈论和谈判 我们需要扩大国内市场 积极地扩大进口 从而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 我们通过扩大市场、扩大开放促进国内的改革 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我们过去40年成功了 我们未来也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出口或者中国想进口的话 你在这个市场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 你本身必须让中国人民高兴 如果中国人民不买 你不管提什么样的要求 都是没有用的 务实的、富有成效的、高效率的交流 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那么从成果的内容来看 可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双边的贸易问题 第二是关于双边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过去有一些误会 这次得到了解决 所以这个死刑不仅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好处 而且对双边全面的关系的发展也有好处 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两国国家 而且它的外部性对全世界可能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后的误会用到大家的关系 我可以把这些发展都给大家看 在这些关系上有没有更多的资格 那些关系统的关系统 我可以的关系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